北京时间7月12日,NBA再度传来一则续约短讯。 詹姆斯·恩尼斯两年340万加盟火箭,其中第二年是球员选项,在连斗两元封线大将之后,休斯顿火箭终于迎来了补强。相较于阿里扎的一年1500万和巴莫特的一年430万,恩尼斯的合同简直是同工一般,这也符合了莫雷抠门的个性,但球迷朋友还是比较关心恩尼斯的水平。 他在NBA一共效力了4年,却已经辗转热火,灰熊,蹄虎,活塞,他不是什么天皇巨星,却是一个合格的3D球员,职业生涯场均上场20.4分钟,能够拿下6.4分3.2篮板0.9助攻,投完命中率45.4%,三分球命中率35.9%,他能带给火箭像巴莫特一样的效果, 甚至更好,不错的3分,一定的侧意持球能力,沾人的防守,这里特别要说一下他的防守,火箭最大的对手就是勇士,而勇士最无解的点便是杜兰特。 既然恩尼斯来了,就不得不提及一下两人的队位,请看下图,杜兰特和恩尼斯一共有过5次交锋,都使杜兰特在勇士时期,能够在前两个赛季都击败勇士的球队联盟里,应该不超过5只,而灰熊就是其中一只。 当然,恩尼斯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。 KD生涯数据,27.1分71篮板3.9助攻,投篮命中率49%,三分球命中率38.4%,罚球命中率88.2面对恩尼斯,24.4分。 8.8篮板4.4助攻,投篮命中率43.7%,三分球命中率34.4%,罚球命中率74.5%可以看到,无论是得分还是命中率。 杜兰特在面对恩尼斯时,都远低于生涯平均水平。 KD的生涯命中率接近180俱乐部,可他面对恩尼斯时,却骤降了23个百分点,直逼150俱乐部。 而篮板和助攻的增加,也从侧面说明了杜兰特,在面对恩尼斯时进攻的不顺利,希望通过其他方式来帮助球队。 恩尼斯的首发与否,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,但他一定会是火箭封线上非常依赖的一个点,也期待着他在面对杜兰特时能够发挥。